Hello大家好 朱春奴 澳門11月有連串的盛事活動舉辦 每個禮拜都這麼精彩 包括有大賽車和美食節 當局希望辦多些活動 旅遊加碼吸引旅客來澳門觀光 大賽車和美食節相繼開羅 重錘出擊 不過有旅遊區的手信店 負責人反映 大賽車期間市面人流和店舖生意 其實和平時差不多 認為情況比預期差 活動未有帶動商戶生意 加上近日有零星的個案 他們擔心防疫措施再收緊 事實上是收緊了 令生意更難做 希望聖誕和元旦假期會有起息 有中標珠寶店說 近日旅客增加了些 生意也微升 即使澳門不斷舉辦大型活動 但防疫措施嚴格 亦難以吸引客人來 可能是 因為病毒不懂看時日 哪日好日哪日不好 他說爆就爆 三日不賣兩日又爆一單 又要封樓隔離做核酸 尤其是小商戶最慘 今天媽寶和肥衣 不知誰進來洋了 又要封鋪幾天 老闆伙伙伙一齊隔離鋪 租人工又要給 真是計不到數 客的額頭不會貼著說他洋了 今次旅客來澳門先洋 翌日旅行團來 一個兩個洋了 又封一輪又核酸 旅客又要滯留 很難做生意 都未計算內地客人害怕不敢來 所以第四季經濟 都是實實樂觀 而受6100疫情影響 澳門今年第三季本地生產總值 按年實質下跌了33.4% 疫情入境旅客人士 亦按年跌近5.1% 導致服務出口按年下跌46.7% 其中博彩服務出口 和其他旅遊服務出口 分別下跌7.2% 和4.6% 而整體私人消費最致命 按年下跌13.3% 疫情影響貨物往來 貨物進出口都跌 分別按年跌2.8% 和4.3%左右 當然啦 如果一封的話 社會經濟活動肯定受影響 所以第四季的GDP 估計和第三季差不多 可能好少少 至於全年本地生產總值 相信和頭三季差不多 頭三季跌了27.8% 估計20%左右 好,這集就先看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的數片尾 截圖而為馬 謝謝大家,下集見 拜拜